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小技巧是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给我们自己或者是家人制作成长生活记录 是怎样的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用最简单的方法给自己或者是家人制作生活记录相册 该怎样操作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经常使用的微信 打开之后我们在最下方点击发现 找到小程序 在右上角我们搜索彩示音乐相册 打开之后我们选择这一项 我们可以看到在最下方有许多的模板 在这里我选择放映机 选择好之后我们点击右下角选择此模板 然后从相册当中选择照片 选择好之后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设置封面 以及给每张照片添加文字都是可以的 如果想继续添加照片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左下角继续添加 在这里我选择下一步 添加一个标题选择确定 然后点击下一步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有推荐歌曲 我直接选择或者自己可以在最上方 自己选择音乐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就直接完成了 它可以直接分享给我们的微信好友 或者是分享到我们的朋友圈里面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呢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多精彩 请关注灵动生活再见